你知道秦始皇嬴政长什么样吗? 如今的考古技术将解开这个谜底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黎山北路 占地约56平方千米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陵寝 由于规模过于巨大 且内部存在众多不定因素 多年来一直未能发掘到秦始皇的官国 要想了解秦始皇的相貌 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 在距主陵几百米的地方 考古队发现了大量诡异的陪葬坑 这几座南北向排列的墓葬 在秦始皇陵园并不少见 可此处的陵墓 竟全是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 这表明墓主人的地位相当之高 墓穴内有男有女 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随葬品相当丰厚 经营预期一应俱全 规格近乎皇室的水平 可令人诧异的是 如此尊贵的墓穴中 埋葬的死者尸骨竟如此凌乱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考古人原发掘出了七具骨架 经鉴定 他们的性别为五男二女 其中六人身手异处 似乎在生前经历了残酷的心发 有些尸骨虽然整体完整 但河谷却明显错位 推测是死于自已 独立的官果和丰厚的随葬品 都证明墓主人身份高贵 可如此凄惨的尸骨 又透露出他们遭受过非人的待遇 而他们被厚葬在秦始皇陵的附近 说明他们和秦始皇关系并不一般 他们究竟是谁呢 一切的答案都要从史书中寻找 秦始皇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胡亥 胡亥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君王之一 他在位仅仅三年 便让繁华至极的大秦帝国土崩瓦解 也犯下了一场场令人发指的血案 据记载 秦始皇病逝后 胡亥在赵高的扶持下 用阴谋诡计承起了地位 这也让胡亥深感不安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自己的十二名兄长全部处死 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 胡亥不仅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姐妹 还让他们沉思闹失 受尽耻辱 通过这段史实 专家初步确定 这些死无权势的陪葬贵族 正是被胡亥处死的王子和公主 在得知牧主任的身份后 考古队员对复原秦始皇的长相 有了新的想法 既然暂时无法找到秦始皇的尸骨 是否可以通过他子女的面貌 进行推测呢 考古专家利用电脑复原技术 着手还原这位王子的相貌 由于面部组织早已消亡 王子的相貌 只能根据现代人的数据进行推测 专家首先对王子的颅骨 进行三D扫描 采集完整的骨骼数据 标记好多个关键特征点 结合现代人的面部特征和AI还原技术 最大限度的复原王子的面部轮廓 最后再参考兵马俑中的秦人形象 还原人像的发饰和妆容 再经过最后的润色 一个完整的秦朝王子的容貌 变呈现在众人眼前 从一具冰冷的骸骨 变成一副活生生的面孔 一瞬间似乎回到了两千多年的秦朝 向我们诉说他当年的风光无限 以及最后的悲惨落幕 秦始皇儿子的模样顺利还原 那究竟秦始皇的相貌又是怎样的呢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 秦王为人 风准 长木 至鸟鹰 柴生 绍安 而有虎狼之心 认为秦始皇是一个面容凶恶 心胸狠毒的人 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 通过这些描述也推断 秦始皇患有肌胸病 气管炎和软骨病 这些文献对秦始皇的描述 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般魁梧高大 遗憾的是 由于各种限制原因 我们一直未能对秦始皇的尸骨进行发掘 没有秦始皇的颅骨 也无法还原秦始皇的容貌 我们只能凭借这幅复原的秦王子的容貌 揣测秦始皇的相貌了 在成功复原秦王子的容貌后 专家又对秦始皇嫔妃的容貌 起了兴趣 可奇怪的是 偌大的秦始皇陵 竟没有给皇后和嫔妃预留的位置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据实际记载 秦二世胡海上尉后 将后宫中没有生过孩子的嫔妃 全部处死殉葬 专家们在秦始皇陵东北部 找到了一座大型陪葬墓群 数量高达一百余座 且大多朝向散乱 内部尸骨残缺不全 似乎是遭受肢解后埋葬于此 并且诠释年轻女性 专家于是推测 这里埋葬的便是当初被胡海处死的秦始皇嫔妃 通过对其中一个相对完整的头骨进行还原 一位美丽端庄雍容华贵的秦朝贵族女人的形象 便出现在众人眼前 通过观察皇陵出土的彩绘女佣 我们可以窥视当时人们对女性的身为观点 她们身材纤细 肤色白皙 因而获得了皇帝的宠幸 她们短暂的一生里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不得而知 就像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